成千上萬顆星星和星際塵埃 由太空望遠鏡 拍下五顏六色的閃耀照片 排成一整面華麗星牆 不過在這漫天星海當中 最應景的就是它 這個星團本來的名字 在英文俗名裡面 就叫聖誕樹星團 我們有分小聖誕樹跟大聖誕樹 由岸面所形成的三角形頂端 還有閃耀星星 彷彿就像顆小小的耶誕樹 倒過來看還可延伸成大耶誕樹 芬蘭攝影家拍攝後 經由後置掛上樹葉擺設 形成宇宙最大的星際耶誕樹 NGC2264由星雲及星團 所組成位於麒麟座方向 距離地球2300光年 每年冬天10到3月份就會出現 必須要使用天望遠鏡 然後還要搭配適合的拍攝參數 你才能得到這樣的美好的影像 在冬天的話 你只要具備上面 那你就可以拍下來 沒有專業設備 也可看圖片過過乾癮 不過接下來2023年 還有哪些肉眼能見的精彩天象呢 有一個接近肉眼等級可見的彗星 即將要靠近地球 那如果按照既定軌道來算的話 它在2月1日會最接近地球 陰鮮座流星魚跟雙子座流星魚 他們都很接近塑 所以非常適合觀看 除了幾乎肉眼可見的彗星 2023還有三次日月時 分別是4月20號的日片時 5月5號的半影月時 10月19號的月片時 而三大流星魚當中 8月13號的陰鮮座流星魚 和12月14的雙子座流星魚 都不受月光干擾 預測天頂每小時數量都會破敗 年末將置除了應景的宇宙耶誕樹 也可期待未來一年 更多精彩的天文現象 八大新聞 鄭運軒林博志採訪報導